大家好,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我是韩媒,今天是2023年9月25日星期一 这个视频呢,有两方面的内容呢,跟大家来讨论一下 第一方面的内容呢,是关于中国已经开始召开的这个杭州亚运会 第二方面的内容呢,是关于美国现在呢,看来已经开始了对中国的新冷战 我们一会儿来讨论一下它的详细内容 主要是来讨论一下呢,美国和中国的近邻越南 升级了他们之间的战略关系 同时呢,将要达成武器协作的协议 一会儿我们来详细的讨论一下啊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次的亚洲运动会啊 中国呢,已经通过奥运会啊,还有冬奥会啊 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承办这一类体育盛事的能力啊 就是说呢,中国承办这些方面的盛会呢 已经成为全世界的天花板了 没有人能够超过啊 甚至呢,我认为可能全世界都在纳闷中国是如何办到的啊 那么对于这一次的杭州亚运会啊 它的开幕是在这个技术和狠活方面呢 无疑是又创了新的记录啊 那么这个运动会上面的技术和狠活你到底看懂了吗 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来看一下啊 环球时报所发的一篇文章 它这里面所讲解的技术与狠活 你到底看出来了没有 环球时报的这篇文章呢,是这么说的啊 高科技与传统元素交织 数字化令未来城市迷人 亚运会超炫开幕,引多方赞叹 内容呢,是20斤7银3桶 24日,中国在本届杭州亚运会上迎来了开门红 这也激励着来自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的 1.2万余名体育匠儿 在本次史上规模最大 项目最多 覆盖面最广的亚洲盛会上 共同努力谱写新的辉煌 美联社感慨 这比明年巴黎奥运会的参赛选手还要多 这样的盛会吸引了世界的目光 它不仅体现了风景这边独好的亚洲奇迹 在体育领域的发展成就 再向世界展示亚洲人民团结和友谊的形象 正如习近平主席23日 在杭州亚运会开幕式欢迎宴会上致辞所说 亚洲运动会承载着亚洲人民对和平团结包容的美好向往 当饱受着战争蹂躏的阿富汗和叙利亚等国运动员 23日晚走进亚运会开幕式主体育场时 全场观众给予了热烈的掌声 而由超过1亿人参与数字火焰传递 而汇聚成的数字人火炬手高情火炬 从前塘江踏着浪花跑到主体育场大莲花上空 而与火炬手汪顺一同点燃煮火炬的时候 这次超选的亚运会更是惊艳了世界 在24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 亚澳理事会代理主席辛格由衷地赞叹道 这是我们见过的最好的一次亚运会开幕式 杭州亚运会注定会圆满成功 注定会非常精彩 开幕式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现象级的开幕式 国际奥委会的官网上是这么写的 2023年杭州亚运会开幕式 中国的科技和文化熠熠生辉 第19届亚运会于23日晚 伴随着一场令人大开眼界的开幕式 正式的开启 在杭州奥体中心体育场大莲花上 演的这场令人叹为观止的表演 把高科技和传统元素交织在一起 展示了中国文化的丰富元素 美联社称 23日晚上的亚运会开幕式 展现了重大国际体育赛事的所有主要元素 各界名人云集 能容纳8万观众的体育馆坐无虚席 来自45个亚洲国家和地区的 12417名运动员参加本届亚运会 与此相比 明年的巴黎奥运会将有大约10500名选手参赛 报道称这场高科技的运动会被认为是绿色运动会 传统的焰火表演被电子焰火所取代 开幕式自始至终显示着三维动画和虚拟火炬手等高科技的手段 最后一名数字人参与点燃了火炬 报道还称通过杭州亚运会这个窗口 中国希望全世界看到一个值得信赖 值得喜爱 值得尊敬的新中国的形象 开幕式开始前 环球时报记者在体育场的媒体间 遇到了沙特记者亚古比 被问到对杭州亚运会有何期待时 亚古比表示说 杭州是一座美丽的城市 这里的人们都很友好 他很期待接下来的一切 他说只要是中国举办的活动 相信一定会有特别之处 巧合的是 开幕式结束以后 记者在看台再次的遇到这位记者 他表示说 开幕式太让他震惊了 开幕式上的中国传统文化元素 令他印象深刻 虽然是初步接触 但这种把传统和现代结合在一起的方式 让他感到非常的新奇 他说 满分一百分的话呢 我给杭州的亚运开幕式打一千分 泰国的头条新闻电视台的主持人 乍如潘对环球时报的记者说 这场开幕式呢 让他感到非常的兴奋 对于开幕式中的数字人点火 乍如潘表示说 他从来没有想到烛火炬会以这种方式被点燃 这太有创意了 24日在开幕式以后的首场亚澳理事会与杭州亚组委官方新闻发布会上 前一晚开幕式的精彩表演是各国媒体记者提问的焦点 亚澳理事会代理主席辛格表示 杭州亚运会的开幕式非常的壮观 中国政府做得非常好 我觉得杭州亚运会开幕式是一次现象级的开幕式 这是亚澳理事会这个代理主席辛格说的 你们有一个美丽的国家 韩国YTN电视台称 作为47亚洲人的盛大体育节目 此次杭州亚运会传递给世界的信息非常的明确 正如他的主题口号所说 心心相容向未来 他使用了互联网的符号AT 代表着杭州作为全球最大网上商务公司阿里巴巴诞生的 互联网之城的特征 同时这句口号是这么念的 心心相容爱达未来 体现出了各国人民在亚运会大舞台上的团结和谐和沟通 马来西亚代表团的团长张金发表示 这次杭州亚运会盛况空前 报名规模 项目数量均创历史新高 彰显了亚洲人民对杭州亚运会的热切期盼和坚定支持 他说马来西亚代表团将把最好的一面展现出来 让世界其他的国家和地区都能看到亚洲的开放和发展 美联社报道称 本届杭州亚运会甚至比奥运会规模更大 是因为包含了许多亚洲特色的项目 这些项目在奥运会上是看不到的 比如说板球 龙舟 武术 藤球 卡巴迪等 本届亚运会481个项目当中 许多项目为每一个较小国家的体育运动员提供了赢得奖牌的机会 而这在奥运会上通常也是不可能的 报道还说每个国家和地区运动员入场时 都受到了现场观众热情的欢呼 报道特别提到到现场观看杭州亚运会开幕式的国际政要 包括来自饱受战争蹂躏的叙利亚的总统巴沙尔 阿富汗也派出了代表团出现在开幕式的现场 其中还包括女运动员 在这里我来插一下 就关于饱受战争蹂躏的叙利亚的总统巴沙尔 到中国来参加这一次的亚运会 引起来了国际的关注 我看到人们都在猜测 巴沙尔是坐什么飞机来的 是走的什么线路来的 大家都议论纷纷 我看到有一个说法说 他坐的那个飞机是中国派专机去接的他 也就是说那是中国的飞机 中国去接的他 像这样的运动会 主办国东道主派飞机去接 这在历史上应该是没有的 在将来恐怕也不会有 中国就是这么的善良 中国就是这么的大度 中国就是这么的友好 不落过每一个小兄弟 让每一个原本在角落的人呢 都有机会闪光 这一点呢 从这个派基去接巴沙尔 以及所设立的一些民族性的单项 都体现了这一点 刚才呢 环球时报这个报道里面就说了 其实环球时报是转发的美国媒体的报道 对吧 他们都看到了 中国这样办呢 就是给再小的国家 都有机会来得一个金牌 因为呢 中国把很小国家 他们的运动项目呢 都纳入到了比赛中来了 如果不是中国的话呢 恐怕这些国家在国际的赛事上啊 永无出头之日 好 我们接着来看呢 环球时报接着说 在中国社交网站上 一段有关巴沙尔夫妇 在杭州游览的视频 被许多的网民转发 在视频当中 一名中国女游客对巴沙尔夫人说 总统夫人你很漂亮 巴沙尔夫人回应说 你们有一个美丽的国家 我读到这儿的时候 真的是身上起鸡皮疙瘩啊 别人看到的是 中国有一个美丽的国家 非常羡慕中国有一个 美丽博大 而又和平的国家 然后呢 有网友称 总统夫人的回答 让人百感焦急 因为我们的国家 也经历过战火纷飞 国魄家王 许多网友记起 1932年918事变刚过 中国运动员刘长春 一个人参加洛杉矶奥运会 单刀富贵 却煞鱼而归 当时大公报曾经心酸的写下 此刻国运艰难 愿诸君奋勇向前 愿来日 我等后辈远离这般苦难 有网友称 正因为自己淋过雨 我们便总想为别人称拔散 杭州亚运会设立了新的标准 许多出席杭州亚运会的国际贵宾 和前来参访的各国记者 都被这座城市展现出的 未来前景所弥筑 韩民族新闻24日刊登其 特派记者撰写的专稿 称赞本届亚运会举办地杭州 如同一座未来城市 记者称来杭州三天了 无论是餐饮住宿还是交通 根本没有遇到必须支付现金的地方 此外电动汽车 移动支付和面不识别 让这座城市正成为世界上 数字化运行速度最快的城市 记者想把包存入一个存储棍 但没有锁钥匙或常见的数字按钮 正当记者纳闷怎么办时 柜门旁的屏幕上出现了记者的脸 门叮的一声就打开了 记者感叹杭州公交车站贴着 新时代的中国新时代的亚运的标语 新时代的中国会引领人类新时代吗 刚才的记者那个想把包存到储存棍呢 你听明白了吗 就是他到了储存棍那一看呢 也没有锁也没有钥匙 也没有什么数字按钮 什么都没有 正在疑惑这怎么用呢 突然呢旁边就出现了他的一张脸 就打开了 那么他把包存进去以后呢 把这个储存棍给他关上之后 他在回来的时候 这个储存棍就会看到他那张脸才会打开 如果是别人经过这儿的话呢 这个储存棍是不会打开的 我昨天看新闻啊 还看到说新加坡的机场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不知道已经开始了 还是将要开始啊 要废除使用纸质的 或者是数字的护照了啊 就是说你到了他机场以后啊 你刷个脸就可以入境了 入境的手续呢进一步的简化 这在全世界呢还是首例啊 现在呢在中国啊 好像你说你拿着一个手机啊 你就在中国啊 就可以走遍全国了 你不用拿着包 不用拿着钱包 不用拿着卡 什么都不用拿啊 就是将来的时候 你连手机都可能都不用带了 你就带着一张脸就可以了啊 就是你不可能不带一张脸啊 就是说呢 什么都不用带了 环球时报接着说 俄罗斯报24日称 杭州样语会设立了新标准 国际奥会主席巴赫 在杭州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 杭州样语会在许多方面 都将成为榜样 首先这是有史以来 规模最大的样语会 其次 他为亚运会的可持续发展 设立一个新的标准 包括零废物政策和许多其他方面的努力 巴赫说 中国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这是非常有价值的 因为我们看到世界的重心在转向亚洲 这不仅是在体育领域 中国是许多领域的领先国家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高度赞赏中国建立的密切伙伴关系 这是关于在杭州举办的亚运会的一个综合性的报道 那么在这里呢 我就是想说一下我们的近邻韩国 不知道为什么他们的运动员在赛场上 一直对中国运动员都特别的不友好 有很多卑劣的一些骚操作 那么在亚运会刚一开场的时候 我看到韩国有一个运动员就顾忌重施 还是一个女运动员 在这个柔道比赛的过程当中 是进入了半决赛 半决赛大家都知道是什么意思 对不对 有两对选手各决出来一个运动员 然后再进行比赛决出一个关亚军 是这样的 也就是说呢 半决赛的运动员 他有机会得到金牌 银牌 铜牌 那么最坏的结果呢 就是得到一个第四名 那么这个韩国运动员呢 在半决赛的过程当中啊 他也不知道咋想呢 上去扇着人家对方的一个嘴巴 对方的运动员是哈萨克斯坦的 那么这个视频现在在网上都公开了 哈萨克斯坦的运动员 当时很明显的 这个嘴巴打的应该是挺重的 打完了以后呢 哈萨克斯坦的运动员当时呢 就捂着自己的脸啊 那么裁判呢 也及时做出来了公正的裁决 认为韩国的运动员的这个举动呢 是严重犯规的 马上就停止比赛啊 取消了他的资格 也就是说呢 哈萨克斯坦的运动员呢 就自动的进入决赛啊 有机会获得或者是冠军或者是亚军 而韩国的运动员呢 就失去了金牌银牌和铜牌的机会啊 真是最有应得啊 好这是关于这个亚运会啊 下面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啊 美国貌似对中国的这个新冷战呢 是决心要打下去了 老是在中国的周围呢 釜底抽薪啊 那么今天呢 美国的媒体又爆料了 美国将要和越南进行的武器合作 我们大家都知道啊 美国呢是侵略过越南的啊 是中国和俄罗斯当时的苏联 帮助这个越南 打败了美国侵略者 对吧 按说呢 美国是越南的世仇啊 但是呢 前两天啊 就是在本月10号的时候 拜登访问了越南啊 那么越南呢 把美越关系升级了 升级到一个什么程度呢 用美国的话说呢 就是啊 华盛顿在河内的外交关系的等级当中 和北京莫斯科平起平坐了 那么这件事呢 毛宁在第二天的记者会上呢 是这样的回应的 他说呢 关于美国和越南的关系 我们也注意到 越方多次强调 发展中越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是越南的外交优先方向 也是越南对外交往的头等优先 中方认为各国发展双边关系 不能针对第三方 不能损害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繁荣 我们要求美方处理 与亚洲国家关系的时候呢 必须要尊重地区国家 求稳定促合作 谋发展的共同心声 遵守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摒弃霸权和冷战思维 但是呢 美国他会这样做吗 美国显然不会啊 美国就是要搅动地区不稳定的 就是要制造中国敌人的 就是要拉拢地区的国家 和中国进行对立的 这是毫无疑问的 关键是呢 这些国家他们是怎么想的 对不对 如果你本身呢 不针对第三方 其实也无可厚非 对不对 每个国家呢 人家都是独立的 你说你搞一搞制衡 来保障自己的安全啊 这个有情可原 但是就像菲律宾那样的 像日本那样 韩国那样蠢蠢欲动 那这个呢 就是搞事了 是会有后果的啊 那么越南到底是怎样的呢 那这两天呢 有报道就显示了 越南真的是 好像也开始玩火了 具体的是什么呢 就是这两天呢 路透社的一个报道呢 又炸锅了 路透社在23号的时候 报道说呢 据两名知情人士透露 拜登政府正在于越南 就一项历史上规模最大的 武器转让协议进行谈判 路透社说呢 据知情人士的说法 这项协议可能在明年内达成 将通过出售多架的 美国F-16战机 以促进华盛顿与河内之间 新升级的伙伴关系 报道还说 该交易仍然是处于初期阶段啊 具体的条款尚未确定 也可能流产 也可能不成 可能成 可能不成啊 但是在过去一个月 这是在河内 纽约和华盛顿举行的 多次每月官方会谈的一个重要议题 据报道 消息人士称 华盛顿正在考虑 为其价格不菲的武器装备 制定特殊的融资条款 来让缺少资金的越南 摆脱对成本较低的 俄式武器的长年依赖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越南呀 之前的时候 长期使用的是俄罗斯的武器啊 越南的武器当中呢 可能80%都是来自于俄罗斯的 其他的国家很少的 其中一个原因呢 就是因为俄罗斯的便宜 向美国呢比较贵 那么很显然美国现在呢 在和越南进行谈判 说贵没有关系啊 我们可以给你们提供这个融资啊 我们就联系到前两天呢 他们还向谋求呢 和台湾之间啊 让台湾购入更多的武器 然后也是通过融资的方式啊 从这些我们就可以看出来 美国呀 为他们的军工资本牟利益啊 真是到了一个疯狂的程度 不过呢 我前两天视频里面就说了哈 他要是说给台湾融资啊 你就去融资去啊 你就看你融资 融资完了以后呢 台湾回归之后 欠美国的这些武器的钱 中国可不负责偿还 到那时候你美国啊 你可就是有苦说不出了 那么路透社呢 接着说了啊 说每月之间的重大武器交易 可能会激怒中国 因为中国正在警戒西方国家 试图遏制北京的努力啊 就是说会不会激怒中国呢 那就看越南的表现了 对不对 如果越南呢 只是为了稳定自己 为了充实自己 提高自己的这个能力啊 也无可厚非 对吧 但是如果你搞事的话呢 就是另外的一回事了 前车之鉴就是菲律宾啊 我们从这个路透社的报道上来看啊 越南似乎也是不太情愿的 并不是说呢 越南好 现在呢通过发展经济挣了两个钱了啊 现在呢就膨胀了 向购入更先进的武器和中国进行抗衡啊 那么现在看来越南呢 这方面的意图呢 还不是太明显 不想花钱 不是因为经济发展就嘚瑟 现在看来呢 在这个谈判当中是有所体现的 这个世界的格局呢 正在发生着变化 美国在走下坡路 中国的影响力呢 是越来越大啊 更何况呢 中国和俄罗斯 现在呢 在世界上呢 就是主持公道的啊 就是苦美久矣 国家的一个代言人啊 可以说是一呼百应 如果在这种形势下 越南呢 远离中国 走向美国 实在是不聪明 不智慧的 这个视频呢 又是一个新闻联播 第一条新闻呢 是来自于BBC的啊 我发现呢 现在西方真的是进入了战争疲劳 都不太想支持乌克兰了 那么据BBC的报道啊 他说是 泽连斯基这次到美国来呢 本来他是希望从美国那儿 再得到240亿美元的援助啊 240亿美元 但是呢 他现在只得到了是3.25亿啊 这个相差实在是太远了 相差了后期十倍 将近100倍啊 这个差距实在是太大了 那么BBC评论说呢 现在西方是对乌克兰的支持呢 是面临着一个战争疲劳啊 老百姓呢 都产生了这个厌战情绪啊 说西方呢 对乌克兰就提出来 两个严峻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呢 是西方凭什么 就要对你乌克兰提供这个空白支票啊 这个问题呢 实际上早在呢 上一次美国中期选举的时候呢 已经都提出来了 当时共和党就是说呢 一旦他们如果是赢得多数席位的话 他们会马上停止给乌克兰签发这个空白支票 乌克兰心里其实呢 应该是有数的 应该有所准备的对吧 那么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你乌克兰老说要取得胜利啊 你到底要取得一个什么样的胜利 这就是BBC的报道里面所说呢 西方对乌克兰所提出来的这两个严峻的问题啊 第二个新闻呢 是来自于这个欧盟的 我们知道呢 最近啊 因为俄罗斯呢 不再续粮食协议啊 这样一来呢 乌克兰的粮食呢 就转到内陆国家来进行运输啊 那么转到内陆国家进行运输呢 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 乌克兰的粮食啊 在转运的过程当中 他不是说就经过一下 他如果在人家其他的国家进行销售的话 那么对这些国家的粮食市场呢 就是一个冲击啊 那么这样一来呢 就检验出来了 欧洲这些国家和乌克兰啊 到底是真好还是假好啊 没有利益的时候呢 就跟他好 就支持他 现在有利益出现了 那么这些国家呢 都要顾及自己的利益 对吧 那么前面呢 有五个国家对乌克兰的粮食呢 进行制裁 那么在制裁到期以后呢 有三个国家 又继续对他进行制裁 其中呢 在这里面 对乌克兰进行制裁 最严厉的就是波兰 那么我们也知道呢 波兰在俄乌冲突以来 也是对乌克兰支持 最热烈的一个国家啊 那么这次呢 因为粮食的这件事情啊 乌克兰和波兰 等于说就闹掰了 乌克兰呢 一看啊 波兰由原来那么支持自己 现在呢 积极的制裁自己啊 乌克兰也不示弱 乌克兰对波兰 也进行了反制 有五六个产品呢 禁止进口 其中呢 应该是包括什么 西红柿啊 洋葱啊 还有苹果呀 还有两个什么东西 我就忘记了啊 那么这样一来呢 波兰就怒了 波兰说别给脸不要脸 对吧 我原来是那么的支持你 你难道忘记了吗 那么我表达一下不满 你现在还来反制我啊 波兰立刻就决定 说呢 即刻生效啊 马上就停止 对乌克兰的支持 不再给乌克兰输送武器了 那么眼瞅着 这个欧洲啊 要发生内讧了 我相信呢 美国是坐不住的 美国会给这个欧盟 以压力啊 要求他们 管住他们那些成员国 那么欧盟 他怎么能管住 这些成员国呢 我看到欧盟呢 有人现在就提出来啊 要改革了 那么像欧盟这样的组织呢 以前啊 他们要做一个决定的话 就一定要一致通过 如果有一个国家反对的话呢 这项政策就不能实行 现在呢 为了帮这个乌克兰啊 他们就想取消这个政策了 实行少数服从多数 就是说呢 投票啊 如果是多数同意的话呢 那你那少数国家 你就得放弃自己的立场啊 那么最需要这个政策呢 现在就是乌克兰入盟这个问题了 但是呢 欧盟他们也看到了一点 如果你这样的话 有些国家会不会就忍痛割碍 就退出欧盟呢 就像英国之前似的啊 就搞一个全民公决 大家来决定一下 我们要不要脱欧 对吧 当时呢 那些政客啊 就觉得说 英国的老百姓 不可能公投说脱离欧洲 结果他们一公投呢 就通过了 那以后如果其他的国家 也搞公投的话 那么欧盟的力量 不是就削弱了吗 为了一个乌克兰 而削弱了欧盟的力量 这划得来吗 现在呢 在欧洲的内部呢 就出现了这样的一种情况啊 非常的纠结 好 这是第二个新闻 第三个新闻呢 就是美国的拜登两父子啊 现在在面临着这个法律程序啊 他儿子呢 已经是被起诉了 如果是罪名成立的话 最高有可能会判25年的有期徒刑 而对拜登的这个弹劾调查 已经启动了 那么拜登呢 很有可能因为这次的弹劾啊 而下台啊 现在那个副总统啊 那娘们呢 看到自己啊 前途一片光明啊 很有可能这回啊 解一个总统来当一当啊 成为美国历史上 第一个女总统啊 还是第一个混血总统 第一个亚裔总统 第一个黑人血统的总统啊 第一个女总统 反正好几个敌意了啊 现在呢 可能是天天的 做梦都会笑醒啊 那么拜登两父子的这个腐败行为啊 现在看来 有可能就开启了 美国的多米诺骨牌的一个效应啊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今天我看到有新闻报道说 美国的国会爆出来了一个腐败大老虎 这个议员呢 还是一个反华极先锋啊 如果他被拿下的话 我们中国人呢 会送他两个字啊 活该对吧 那么他这个腐败呢 现在让全世界啊 瞠目结舌啊 中国的那些甜美派 现在呢 恐怕要闭嘴了啊 没话说了 那么这是怎么回事呢 首先呢 就是他和他老婆两个人都很腐败啊 而且呢 是非常猖狂的 说是呢 他老婆呀 在接受了别人 给他贿赂了一个奔驰豪车的时候呢 竟然呢 一点都不掩饰啊 非常兴奋的给他老公啊 不知道是打电话呀 还是通过什么方式啊 说现在呢 我们也拥有这个奔驰车了 你瞧瞧啊 这点出息对吧 你开一个奔驰车能怎么着啊 第二呢 现在有爆料出来啊 说他们在家里面 藏有48万的现金啊 48万美元的现金啊 以前的时候呢 我们就听说 这个中国的官员啊 因为贪污腐败的这钱呢 也不敢露出水面啊 也不敢拿到银行里去存 也不敢拿出去花 就压在他们家抗袭底下啊 搁在他们这个厕所的马桶里面啊 说是呢 经常从家里面搜出来现金啊 却原来美国也是一样啊 这个腐败大老虎啊 在家里面说是 藏有48万美元的现金啊 还有一个令人震惊的 立刻人们就送他一个外号 叫这个金条鲍勃的啊 这是为什么 这个顾名思义 大家也能想象出来 肯定是家里藏有金条啊 藏有多少金条呢 说是10万到25万美元的金条 我也没有概念啊 一个金条能值多少啊 10万到25万美元的金条 堆在地上是有多大的一堆啊 反正是在家里又藏现金 又藏金条的 还有呢 说是他们买的那个房子啊 那个按揭房 每个月还的那个贷款 都是第三方给他还的 他这个案件呢 还涉及到其他的三个同谋啊 同案犯 其他的三个同案犯呢 你可以想象出来 都是他们的金主啊 其中的金主呢 给他还这个按揭 还有呢 他老婆呢 是吃空想的 什么叫空想啊 就是说呢 拿工资不干活 啊 就是说呢 他有一份工作啊 他从那拿着工资 但是呢 他从来都不去上班的 你看看 你看看美国的这个议员啊 有多么的腐败 这个议员呢 叫鲍谷 虽然说他是一个反华极前锋 我以前呢还真是还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字 他也不是个议长 也不是一个什么哈 你看他就这么的腐败啊 美国如果说这个多米诺骨牌倒下呀 去查他们那些政客的话 他们全部都有事儿啊 那些个甜美派说美国的制度好啊 美国的制度不会出现腐败呀 那你看看吧 下一条新闻呢 是关于美国呢 现在对中国的打压 已经是穷凶极恶了 以前我就是说过啊 随着中国的实力的增长啊 总有一天 美国得认输啊 美国认输的时候 咱们台湾不就和平的回归了吗 有很多人说啊 你真的是太天真了 太幼稚了 我是说呢 如果我们能够跟他长期进行这样对峙的话 并不产生热战的话呢 那么迟到有一天就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呀 对不对 有的人说呢 那是不可能是因为呢 美国不会老老实实的和中国服软的 他一时半会儿 他确实是不会啊 当他顽抗不下去的时候 那他就必须啊 是不是啊 就像英国啊 让位于美国一样啊 那英国是甘心的吗 那英国让位了没有 英国不是甘愿当美国的小弟了吗 为美国摇起呐喊 配合美国了吗 对不对 如果是无限的延期下去 这个仗就不打的话 到最后会出现那个啊 但是美国确确实实 他是不可能甘心的 尤其是现在他还是老大的位置上 他不可能甘心啊 那么我上一个视频就说了呢 他现在在中国周边的国家呢 现在他有可能很快啊 又拿下来一个越南啊 那么在那个视频里面说的那事啊 这个新闻呢 就是说一下美国呢 现在又搞什么呀 在和苏联啊 冷战的时期啊 他们两个国家呢 也进行这个军事竞赛 对不对 那么那会儿呢 说是啊 美国就搞了一个海底间谍系统 就是说呢 他在海底的这个系统 可以监视到俄罗斯水底的武器 水底有什么啊 就是潜艇呗 对不对 那么据报道啊 美国的五角大楼呢 现在他们在实施一个计划 就是呢 要恢复想当年 对苏联所搞的那个海底间谍系统 只不过呢 这个海底间谍系统呢 要部署到中国的周边 要对中国进行监视 那么这个消息出来啊 我看到环球时报啊 在报道这个消息的同时呢 他还采访了中国的一些专家啊 我不知道大家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呢 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啊 就觉得说挺可怕的吗 中国有麻烦了吗 还是怎么样呢 但是呢 环球时报所采访的专家说啊 说你不用过高的估计了 美国的这个系统啊 不要给他神化了 他这个系统他不行 想当年他对付苏联的时候啊 挺管用的 以前我都不知道这个系统啊 他挺管用的 为什么说他挺管用的呢 第一就是他搞这个系统啊 他敲不声的搞这个系统 苏联并不知道这个系统的存在 所以呢 经常会让美国的这个系统呢 就侦测到了苏联的那个潜艇 第二就是苏联那个潜艇啊 他容易侦测到 因为他那个身上非常大 就是说呢 大老远呢 就能侦测到 所以说呢 美国的这个系统啊 他对付这个苏联的时候 他是成功的 现在拿这个系统来对付中国 他能成功吗 就觉得说呢 不足为虑啊 中国可是今非昔比了 第一呢 你现在你搞这些东西啊 中国都有准备 中国都知道你要干嘛 第二呢 中国现在的这些潜艇 可不是想当年苏联的那个潜艇 可比的 中国现在的潜艇呢 他都特别的安静 噪音呢 都特别小 你还别大老远 你侦测不到了 你就是走近了啊 你也侦测不到 中国有好多的那个防御的手段啊 美国上一次 他的那个核潜艇啊 在这个南海啊 说是撞山了的那些事情啊 到底撞了什么啊 美国还没承认呢 还指不定呢 受了中国什么暗算 有苦说不出呢 吃了哑巴亏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专家也说 哎呀 美国搞这个海底间谍系统啊 不足为虑啊 原因呢 就是今非昔比 中国不是苏联啊 中国不是昔日的中国啊 下一条新闻啊 实际上是前两天发生的啊 但是呢 我没有看到 今天呢 我在扒了中国外交部网站的时候呢 看到了这个消息啊 就是2023年9月20日啊 外交部的副部长马昭旭啊 在纽约应约会建了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总干事 格罗西 就日本核污染水排海的问题呢 阐明中国立场啊 这件事情呢 我们首先看到是应约啊 国际原子能机构呢 约了中国的副外长马昭旭啊 也就是说呢 日本排海的这件事情啊 不是说就既定事实啊 就这么过去了啊 可没有过去啊 那么这个会见啊 双方都是什么立场都说了什么呢 马昭旭就说 日本政府无视包括中国在内的邻国和日本国内民众反对的呼声啊 不顾国际社会的普遍质疑 执意的推荐福岛核电站的污染水排海计划 中方是坚决反对的 国际原子能机构呢 应该秉持客观公正科学的态度 按照自身职责处理辅导和污染水的问题 以实际行动回应包括中方在内的国际社会的正当的合理关切啊 那么格罗西他说呢 国际原子能机构高度重视中方有关立场和关切 就是说不是把中国的关切呢 不当回事啊 就当一股什么什么就放过去了 不是 非常重视中国的立场和关切啊 机构将会秉持中立客观的立场 参与辅导和污染水的处置 愿意同中方就此保持密切沟通与合作 那么这件事情啊 说实在的 我非常赞同啊 国内有的大卫啊 专家啊 什么的意见 就觉得说呢 你日本啊 你别觉得说好像你得逞了似的啊 这玩意儿就是美国下的一手棋 美国说什么时候收拾你就收拾你 你这个东西如果要收拾你的话呢 这个理由是充足的 你日本是站不住脚的 如果要收拾你的话呢 你一点辩驳的理由都不存在 日本觉得好像他得逞了似的 实际上呢 是美国对他下的一步棋 就好像我们在社会当中似的 对不对 有一个人就天天鼓动你 让你去违法犯罪 让你去犯罪 即便是现在呢 他帮着你啊 逃脱了警方的这个追捕 那么有一天 如果他去举报你的话 那还不一举报一准吗 对不对 你这个犯罪事实已经都有了 要追究你的时候 那你是跑不掉的呀 日本他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同时呢 我们还看出来 无论是美国也好 日本也好 打这种政治牌 根本就不顾人民的生命安全 他们简直非常疯狂 你要说他不顾人民的 就他们自己他们也不顾啊 他们要吃海鲜的话 不是也一样来自于大海吗 你让日本把这大海霍霍了 对吧 谁吃的海鲜都受了污染 那你美国 你拜登什么之类的 吃的海鲜 不是也是从水里来的吗 下一条新闻呢 就是加拿大简直是疯狂的 加拿大呢 现在竟然还隔空提供这个政治庇护 我看到这事呢 我都特别震惊啊 就是呢 中国有一个这个恨国党啊 他都不见得是恨国党 说实在的 长期以来啊 有些人啊 他为了取得什么西方国家的这个身份啊 他们就是不择手段呢 不惜污蔑自己的祖国 我曾经都接触过这样的人啊 我刚一开始做移民的时候 我就曾经遇到过一个留学生他爸爸呀 然后呢 他就说 哎呀我现在啊 我儿子在加拿大留学 然后呢 我来探望我儿子 我不想回去了 我想留下来 我怎么才能够留下来 结果我一问啊 他就是一个中国的那个农民家里没有钱 那些存款记录都是移民公司做的假的 都是假的 然后他的身份呢 说是一个工程师之类的 他可能小学都没毕业 就是那么一个人啊 你要是通过什么技术移民 那可是根本不可能 投资移民都不可能 然后呢 他说那怎么办呀 他说我这个政治庇护行不行啊 我说你什么政治庇护啊 我说政治庇护呢 就是被中国政府迫害呀 他说对呀 那我就搞了一个被中国政府迫害呀 我说你怎么被中国政府迫害呀 他说我被中国政府迫害个啥比较好办呢 我说你这叫啥事啊 那我以前在视频里面讲过这事 对不对 后来我就发现啊 这种事多了去了 至今还在发生这样的事情啊 有好多人在美国在加拿大 或者是在哪 仍然在办这种 污蔑中国政府 搞这个假的政治庇护的这样的呀 以前我就觉得说呢 像美国加拿大呀 被这些人骗了啊 现在你就看啊 美国加拿大呢 他有的时候就利用这个 他就甘愿被骗 那么今天我就想跟大家说一个哈 就是中国呢 有一个恨国党 他先是呢 从中国搞了一个旅游签证啊 去了老挝 想从老挝去美国吧 结果没去了吧 反而他在老挝呢 还看到有一些人被捕 然后呢 他又去了泰国 在泰国呢 泰国给了他这个难民身份呢 很奇怪 泰国给他难民身份 完了以后呢 他不想在泰国待呀 谁想在泰国待呀 完了以后呢 他就买了一个机票 他说我回国吧 这个机票呢 就是一个中转的机票 在台湾的桃园机场中转 他应该是从泰国 飞台湾的桃园机场 然后呢 在飞广州是这么一个线路 但是呢 他去了桃园机场以后啊 他就在那待着啊 就不想去广州了 就隔空啊 要求美国和加拿大 给他政治庇护 结果今天我看到有报道说 你猜怎么着 加拿大批了他这政治庇护啊 加拿大这叫什么事啊 隔空远程啊 批准了政治庇护 加拿大这么搞政治啊 加拿大本身没有这个需求 非得和中国和印度啊 搞得针锋相对 根本就没有这个需求 没有这个必要 他就是被美国逼的 或者是呢 想讨好美国 现在呢 竟然干这样的事情啊 我觉得你这样能好吗 这加拿大被你们都领导到哪里去了啊 用川普的话说呢 加拿大被愚蠢的人们在领导啊 然后就说这个泰国啊 泰国还批准了那种的这么难民身份啊 从中国来的怎么就成了难民了呢 你泰国怎么批的这样呢 泰国真的是 说到泰国呢 今天还有一个新闻啊 泰国的总理亲自到机场去迎接第一批来自于中国的免签证的游客 就是啊呢 泰国之前的时候和中国之间是一个落地签啊 那么最近呢 他们又宣布说对中国成为这个单方面的免签证啊 他这个免签证呢 是阶段性的 说是为期五个月 从9月25号也就是今天开始啊 然后五个月啊 到2月25号结束啊 这五个月的时间对中国公民免签证 为什么会这么做呢 就是国家的经济不景气呗 希望中国的游客去呗 你可不知道中国的游客对于其他的国家有多重要 尤其是东南亚这个国家 没有了中国游客 他们的旅游业呢 就完全瘫痪了 完全瘫痪了 你知道吗 你还别说是他们呢 就咱们的澳门啊 都是一样啊 澳门呢 就是一个赌城 对吧 就靠这个赌博的 你知道吗 就是澳门啊 在疫情期间啊 中国大陆的游客啊 不能随便旅行的那会儿呢 澳门的那些酒店啊 这一个晚上特别豪华的酒店啊 一百人民币左右就能住啊 就便宜到那个程度啊 都没有人去啊 那么中国解除了这个 疫情的旅游限制之后 大家是随便流动的之后呢 现在啊 我本来是最近 我想去一趟澳门的 我就发现澳门的这个住宿啊 现在都涨了一两千人民币了 所以你就知道啊 中国大陆的游客 对于那些旅游目的地来说 有多么的重要 好 我这视频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感谢您的收看